档下对手攻击发动快攻抢分 全国中小学手球锦标赛 场上打了刺激场下也有话题 有教练爆料三名加上一位球员超零下场比赛 翻开主办单位秩序测 年龄限制是92年次9月以后才能登陆 你如果是在这个92年9月以后 以前的资料是没有办法登载进去系统的 实际向三名加上求证 教练说今年有更改赛制 三名加上亲上火线 强调就学籍上 这位球员能上场 但实际年龄又是几岁 就年龄上该球员差不多一个月 确实不是92年次9月以后出生 爆料者进一步点出 登陆球员是需要经过系统报名 是否涉及伪造文书的部分 你的年龄必须要资料符合这个年龄的规范 才有办法登载 面对爆料三名加上连连喊冤 认为是对手太针对 让球员本人也备受压力 爆料者解释这次锦标赛 最终战机有助于日后申请大学 据参考指标性 若有超龄选手下场打 可能导致不公平 三名读了三年 他最高高三他不能打 他是说坏者 为什么他就一直要攻击他 三名加上回应 主办单位接获投诉后 有向双方说明 但如果赛制问题有瑕疵 影响到学生日后升学权益 恐怕大家都不乐见 TVBS新闻 吕正强 廖文汉 李全佑 徐祥 台中藏报道